一个小女孩躺在马路中央 浑身抽搐口吐白沫 但来来往往那么多车 却没有一辆愿意停下来 女孩最后孤单的死在了路上 因为这里是90年代的印度 前一天我们讲了一部印度高分电影 节衣比母 后台播放量已经破亿 但不知道是被投诉了还是怎么的 系统给下架了两支视频 所以这次呢 我们吸取教训 决定再讲一部同类型的印度电影 它叫剑客卡南 在国内平台上评分高达8.4 但看过的人数才刚刚破百 有人这么评价这部电影 远不止是年度最佳 还有人说这是一部印度农村史诗 跟节衣比母一样 它的主题同样聚焦在一个 底层人被压迫的故事 同样是根据真实事件改编 所以最讽刺的是 节衣比母的原型在本片中也有出现 它的肖像画就挂在警察局的墙上 而警察却在他的注视下 肆无忌惮地殴打无辜老者 故事发生在1995年 一个叫博村的偏远地方 这里崇拜一个无头的神 他们有一项特殊的传统 谁能从悬崖上一跃而起 将对岸抛出的鱼披成两半 谁就能拥有正村宝剑 但如果不成功 就会被村民斩首 所以整整八年来 都没人敢去挑战 但今天 村里有名的该溜子卡南 很大胆地要试试 只见他持剑腾空而起 成功将鱼披成了两半 成了宝剑的主人 也是传说中能给全村 带来希望的天选之子 消息瞬间传遍全村 所有人都来到村口 为卡南欢呼跳舞 结果把交通都搞堵塞了 让隔壁村的公交车特别不满 这里就不得不提一下 两个村子之间的恩怨 卡南所在的博村 因为种姓太低 没有设立公交站 公交车也接到命令 禁止临时停车 所以村民一直以来 只能步行几公里 去邻村的站台等车 但那里的村民 经常欺辱排挤他们 两个村子本就有世仇 这件事搞得双方关系 变得更加恶劣 博村的人去等公交 轻则语言骚扰 重则直接动手 连老头也不放过 卡南早就忍了他们很久 自从成了天选之子后 他不再忍气吞声 这天趁邻村村民不注意 他躲在牛群里玩偷袭 一个打N个 把那几个打人的村民 狠狠教训了一顿 要不是爷爷及时过来阻止 卡南得把人打死 然而明明帮村子出了恶气 但卡南回去后 却受到了一些人的批评 他们怪他频繁惹惑 迟早要连累整个村子 不过卡南并没有因此收敛 这天去城里找工作 坐公交回村时 他们一共11个人 买了11张票 所以要求司机 在自己村靠边停一下 结果还是遭到了 售票员的拒绝 甚至还说 他们村就是个垃圾厂 根本不可能在那停 卡南一听这话 当场炸了毛 最后不惜跳车抗议 才把公交成功逼停 让自家村民 全在村口下了车 从此以后 卡南越来越离京叛道 家里除了老人 也全都不待见他 卡南觉得 自己就如村里那些 被拴住前蹄的驴子一样 活得非常憋屈 在一次跟邻村的比赛中 因为裁判吹黑哨 让卡南的情绪终于爆发 与此同时 村里的孕妇 正好在路边 想劫公交车去医院 一个孕妇 挺个大肚子 在路边拦车 而公交车 直接视而不见 扬长而去 平时不停就算了 看到孕妇也不停 说句毫无人性 不过分吧 并且当年 卡南的妹妹 就是因为拦不下车 而惨死在马路中央 心仇就恨 她今天要一起抱了 没一会儿 又过来一辆公交 丝毫没有减速的意思 孕妇的大儿子健壮 悄悄捡起了块石头 果不其然 公车还是没停下来 小孩将石头扔过去 在后窗砸出一个窟窿 这下公车马上刹车 一群人立刻冲下来 骂骂咧咧 双方眼看就要打起来了 此刻 愤怒的卡南 用石头砸着驴体子上的绳索 肆意奔跑的驴子 就如同卡南一样 挣脱了最后的束缚 她一声不吭 抄起一节木棍 对着公交车直接开砸 其他人只是看着 因为谁都见识过 卡南野蛮的战斗力 根本没人敢过来阻止 村里的热血男青年健壮 也纷纷加入了砸车队伍 很快整辆公交车 就被砸了个稀巴烂 这么大的事故 没过多久就惊动了警察 而村子里 卡南也正被村民审问 他又遭受了众人的谩骂 商量着要把卡南供出来 交给警察 结果孕妇看不下去 带着孩子走了出来 站到了卡南的一边 村民立刻分成两派 吵得不可开交 还好这一次 村长说了句公道话 还是村长说话有分量 一番发言 引起了村民的共鸣 然而没过多久 运输公司 带着很多警察过来抓人 虽然村民一致对外 顽强抗争 但没有的警察 用小孩做威胁 他们也不得不 把卡南那几个人 交了出来 眼看一场冲突 即将爆发 结果运输公司老板 怕事情闹大 会影响他的生意 赶紧跟警长说 他要撤诉 不用抓他们 并且转头又向村民保证 之后公将每天 都会在这儿停一趟 这下看似皆大欢喜了 然而警长这时候 可还在气头上 说即使撤诉 他也要抓几个人回去 做笔录 村里没办法 为了不给年轻人 留下案底 影响他们找工作 就交了几个老人上去 但他们到了警局后 连把椅子都没有 就这样从早站到晚 而警长悠闲地 在外面钓鱼 故意拖延时间 天都黑了 才回来准备审问 其中一个人 就碰了警长一下 对方借题发挥 让他把脏手拿开 还说他洗井 警长抄起木棍 向手下怒吼 夏琳把警局大门关上 然后毫不留情地 对着这群第一种信人 黄欧 打完一个就换另一个 越打越狠 没有什么原因 就是单纯为了泄愤 老人们只敢求饶 不敢反抗 惨叫声哭喊声 此起彼伏 连手下的警察都不忍直视 躲进厕所 紧紧捂住了自己的耳朵 整个过程不知道持续了多久 直到所有老人 都被打到失去意识 警长才停了下来 命令手下 给这些人随便安个罪名 再关上几天 而村子那边 等了一天一夜的卡南 意识到不对 他带人来到警局门口要人 结果被边往外轰 边告知 人已经放走了 但卡南从警局外 送水小孩的口中 得知了长辈们的真实遭遇 他爆皮子一上来 连警察也不放眼里 超级家伙直接冲进警局 看见警卫就打 看见东西就砸 但找遍了所有角落 也没发现长辈们的踪迹 直到卡南跑上天台才知道 原来这群畜生 把殴打成重伤的老人 直接扔到这里爆晒等死 卡南把长辈们 全部扛回了村里 如今惹了警察 村子也只有死路一条 村民们却只懂害怕 根本不敢有反抗的念头 这时卡南又站了出来 一番讲话震聋发聩 这番话终于喊醒了所有人 大家齐心协力 男女老少全部投入了战斗 他们给村子铺好路障 把能用的农具都做成武器 视此如归的 静静等待着警察的到来 但一夜过去了 一个人影也没见到 第二天一早 反而是卡南收到了政府的通知书 他通过了部队面试 即将成为一名预备警员 这对村子来说 可是破天荒的喜事 如果卡南能进入体制内 那么村子的未来就有希望了 在这个关键节点上 卡南本来不想去 但他要再不走 就会留下暗地 这份工作肯定就吹了 在长辈们的苦苦劝说下 卡南最终还是上路了 结果卡南前脚刚走 警长就带人来到了村子 领导看到这个架势 说了句别闹出人命 便离开了 警长心领神会 握紧手上的警棍 带手下冲进了村子 虽然村民们奋力反击 但普通群众的力量 又怎么可能挡得住警察 对方像鬼子进村一样 稍打抢杂 连女人小孩也不放过 此时屋里的孕妇即将要生了 爷爷为了保护她 也为了平息纷争 做出了一个可怕的决定 走到半路的卡南 突然心头一颤 他停下了脚步 老爸拉住卡南的裙子 死活也不肯再放他回去 但这时 村里的小孩骑着马 将爷爷自焚的消息 送了过来 卡南愣住了 而老爸见状也不再阻拦 转头将宝剑递到他手上 卡南持剑策马 一路赶回了村子 看着烧焦的尸体 卡南彻底愤怒了 他一顿输出 然后挟持了警长 将他关进房子里 警长趁机偷袭 卡南躲开了树枪 跟警长扭打了起来 最终将对方砍倒在地 把之前村民们受到的毒打 数倍偿还 而其实到了这个时候 卡南也还并没有下定决心杀他 但警长依然保持着 高种性的高傲和嚣张 不断用言语刺激卡南 说他根本杀不了自己 也根本救不回村子 还让卡南跪下舔他的脚 或许可以考虑放他一马 兔子逼急了也会咬人 更何况他是卡南 中国第一范子 海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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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镜头一转已经到了十年后 村里终于通了公交 离开家乡十年的卡南 重新回到了村子 没有人知道这些年 他在牢里都经历了什么 村民们像庆祝盛大节日一样 再歌再舞 欢迎卡南的回归 纪念着逝去的爷爷 这部电影叫剑客卡南 是去年又一部被忽视的印度佳作 故事灵感来自1995年 印度南部村庄孔尼亚的暴动事件 600多名警察对着这个低种姓的村庄 进行了近乎歼灭的围攻 其源头正是因为种姓之间的纷争 而现实比电影更加惨烈 一共有18人丧命 数百人倾家荡产 而卡南的过人之处 不仅因为他是个斗士 更因为他改变了村民们 麻木不仁的思想 让他们学会抗争 因为正义从来就不是靠怜悯得来的 好了 今天的故事就到这里 我是咸鱼 如果你有什么想听的故事 想看的电影可以告诉我 我讲给你听 咱们下期再见 拜拜